蔡元培先生是近代的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 亦是新文化教育的开辟者 学习生涯 他出生在1868年1月11日浙江省兆庆府 四岁的时候,家已经聘请了私人老师,教导他读四书五经 十六岁的时候,蔡元培先生已经通过了同事成为秀才 二十二岁的时候,还举人,二十三岁成为公事 二十五岁,他已经通过了电视,还进士 他被誉为是年少通经,文极古早的进彩 当时的科举考试,具长,字数等等都有严格的要求 考试规则死板,不允许自由发挥 而读书人必须死的眼背,下大量的功夫背重 在这个时候,蔡元培先生已经察觉到教育制度的败坏 定下了他日后器官扮学的决定 器官扮学 1898年,武术变化失败后 清朝政府迫害革命烈士、譚志同等的武术六公子 在这个时候,蔡元培先生认为清朝政府已经无弱可救 所以就决定持官回乡,成为中西学堂总理 提倡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 投身革命 蔡元培先生一直投身起推翻满清政权的革命之中 创办了中国教育会、外国学社、外国女校等等 建立了光复会,积极展开外国反帝的革命活动 在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后 蔡元培先生成为了中华民国首任的教育总长 随即制定了大学令、中学令等等的一系列模仿西方的教育制度 北大校长 在1916年,蔡元培先生出任北英大学校长一职 在就任演说上,他对学生提出了三点要求 分别是普定宗旨、抵礼得恨和敬爱思长 就任期间,他采用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 推动五欲并举的全人教育 提倡科学、民主、民权、女权等等 超越传统的教育思想 修德 今年元培节的主题是修德 蔡元培先生曾经说过,决定孩子一生的并不是学习成绩 而是健全的人格修养 他鼓励学生学习以瑜伽精神为主族的伦理学 并曾经写下《中国伦理学史》 一面提及到从内修养上要赶顺修目 结身自爱、尊敬爱护身边的人 而在外在行为上,就要布国取义 将所学所识运用起贡献给国家之上 一同推进社会的进步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主题 可以给宿生有更多的反思、学会人格和思想品德的重要性 一同迈向却越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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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